我好像脑袋大了 哎呀 为啥一直有订电呢 这挂烫机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前几天不是发了一个双十一的那个开箱吗 如果还有没看过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那条视频再看一下 那截止到现在呢 这些收到的东西 我已经用了一阵子了 有一些是我觉得买的比较好用的东西 请给大家推荐一下 有一些东西呢 是我买了之后非常后悔的 所以这期视频呢 就算是我的一个十一月的红黑榜 首先先说一下我买到的比较好用的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两个发膜 我当时不是说这两个发膜 我都测评一下看看哪个好用吗 结果我用完了 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好用 但是它们两个呢还不是同一种好用 这个叫木草人发膜 这个呢在你洗完头的时候抹上去呢 就会感觉效果非常惊人 因为它用完之后 头发会变得非常非常顺滑 我一般洗完头发之后呢 涂一遍护发素 然后再用梳子把头发梳开 就是用完这个之后呢 那些洗完之后打结的头发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梳开 它也非常的好冲洗 不会有那种假滑的感觉 那这个叫闪钻的发膜 这个发膜呢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还以为这个踩雷了 因为第一次用的时候上了头发 这个头发并没有变得特别的顺滑 就不像这个的及时效果那么明显 它涂在头发上它有一种色色的感觉 然后我大概停留了五分钟左右吧 就把它冲洗掉了 冲洗了之后 那个头发就会有一种 真的有头发被吸收进营养的那种感觉 就是跟在理发店做完那个营养 感觉差不多 而且第二天吹干之后呢 那个头发也是 就是跟以前我用过的护发素啊 发膜这些效果很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两个我都是非常推荐的 如果你的头发没有我这么毛躁 只是想洗完头之后 头发很好的梳开呢 那你就可以买这个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就是燃烫的发质 想有一个做营养的那种效果呢 那你就买这个 但其实我是推荐大家两种都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因为都很便宜大碗 就是两个加一起也就50多块钱吧 嗯真的很推荐 下一个呢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非常好喝的果酒 就是这个小花样的果酒 你看它这个包装的颜值就很高 这个一共是有三个口味 我都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我先说这个吧 这个是茉莉蜂蜜酒 这瓶呢是那种香香甜甜的味道 就有点像喝过的那个茉莉蜜茶 但是又比那个更醇厚 下一瓶呢这个叫桂花梅子酒 这瓶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 桂花的甜中和青梅的那个酸 非常的清爽 这一瓶呢是蜂蜜柚子酒 这个是非常清新的柚子果香 而且还是那种非常新鲜的柚子味 这三个口味呢我个人觉得都挺好喝的 但是我最最喜欢的是这个蜂蜜柚子味的 这个柚子味特别浓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瓶子是可以变色的 就是它放进冰箱里冰镇之后呢会变色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对比图 正好北方最近不是来暖气了吗 然后家里就会特别特别热 它这个冰镇之后口感更好 就是更好喝了 他们家酒里呢配套带的这个小杯子也是超级超级的精致 就是大晚上呢来上一杯这样冰镇的酒 我觉得得有仪式感 而且还能助眠 它这个酒是只有8度的 所以说对于女孩子来讲也是没有什么负担的 它这个蜂蜜柚子味的这个真的很好喝了 喜欢喝酒的小伙伴们可以买来这个口味来尝试一下 下一个东西呢要推荐一个护肤品 就是这个艾尔博士他们家的A唇精华 这个可以算是他们家的新品了 其实我是没有用过A唇类的东西嘛 但是我一直对早思一晚A这个概念有所耳闻 我这次呢就用了艾尔博士他们家的这个A唇来试一试 它这个里面呢包含0.4%的高果性缓氏双A唇 以及5%的高浓度盛态 它是保湿和抗老兼具的 它既能保存A唇的活性 防止它快速氧化 同时呢它要很温和 里边的这个硅丸化玻尿酸呢 也是弗瑞达独有的成分 它的质地呢也是那种非常好吸收的精华乳的质地 吸收进去之后呢感觉皮肤很舒服 因为它不厚重嘛 所以说油皮也不会有压力 但是敏感皮外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不耐受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这一点敏感皮还是需要注意的 我喜欢它呢除了它的这个实用感很舒服以外 我感受到的很明显的效果就是 我下巴这一块经常长一些小痘痘嘛 下巴这一块特别的暗沉 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之后呢 我明显的有感觉到我下巴这一块真的有提亮 怎么还破烟了呢 就这个效果还真的挺明显的 我这段时间没有用其他的护肤品 所以我感觉就是它的功劳 然后爱尔博士是山东福瑞达旗下的嘛 所以产品的成分呢都是实打实的 我对它家的产品一直都很放心 因为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什么采雷的产品 包括上次的PR包裹分享里面提到的它家的这个GME 我也一直有在用 我妈也跟我说感觉很好用 如果大家手头现在正好缺洗面奶了的话 真的可以试一试它家这个 下一个来说一下我上次买到的这个雨集的粉底刷 哎呀这个粉底刷真的是太好用了 我已经不知道该咋形容了 就是它的这个刷毛特别密特别软 我第一次上脸就被它征服了 就因为它这个面积很大嘛 所以说推开粉底的速度特别快 脸三下呢全脸就能上完妆 然后它的这个手柄以及这个角度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我感觉每天上粉底已经是一个很治愈的过程了 然后用这个呢就每天像在给脸做按摩一样 真的特别的享受 我用完这个我感觉我已经离不开了 每天都想用它上妆 但是呢它的这个刷痕吧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的 毕竟是刷子嘛 但我一般用完它之后还会用一个打湿的海绵蛋 再吸走一下脸上多余的粉底 妆效就会变得非常自然好看了 这个我真的非常喜欢 下一个呢也是一个上妆的工具 就是这个哈瑞施的三角海绵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用过它家这一款海绵 就买了一大堆到现在还没有用完 当年是什么情况呢 当年很多的美妆蛋还是都做的比较硬邦邦的那种 然后我发现它家这个海绵是超级超级软的那种 但是缺点就是原来的这一款特别的吃粉 最近呢又发现它家出了这个小小的 一个是这个是这种皮面的 这边是海绵的 另一个呢是全面都是海绵的 如果你们不喜欢我刚才说的粉底刷的话 我个人呢是觉得可以买一个这种黑色的 然后拿它这个皮面的上妆 然后用这个海绵面的呢 吸走连上多余的粉底 也是非常方便的 它这个一袋里面呢是有这六个 然后一袋好像才六块多钱 一个平均一块多钱 就出门旅游啥的这些带俩 也不占地方 用完直接就扔了也不心疼 推荐的东西我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讲一些我买到的比较后悔的雷品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预件的这个干刷 咋说呢就是有点鸡肋 就我用它洗澡的时候也搓不出来啥 如果是北方人有搓澡的习惯的呢 就千万不要买这个东西 然后它这个手柄呢用来搓 后背呢我觉得也使不上啥劲 很不舒服 它有一种干刷的那个方法 我按它那个干刷的那个方法 坚持了大概十天左右了吧 也没有看到什么效果 我现在真的是硬着头皮在用它 毕竟一个刷花的将近一百块钱呢 我好像脑袋大了 下一个东西是这个挂烫机 这个挂烫机呢是 我给你们读一下 这个叫什么制高的挂烫机 这挂烫机吧 这个挂烫机也是不好用 它用来烫衣服效果也不是很好 而且重点是它是需要一直摁着它 才能出气那种 你烫完一个衣服你的手就可累了 哎呀这个可真是我太便宜买的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为了凑单买的 反正我以后再也不随便忙买东西了 就是一定要做好功课再买 这个真的很痛苦 最后一个东西了 就是这个LENA的这个卷发瓣 就是这个卷发瓣吧 倒也不是说它是雷品 它也不是说不好用 就是我 不会用 我真的是用不好 我已经试了很多次了 我像我这种手残挡 一定要不要高估自己去买这种东西了 因为你卷不好 然后你就会特别闹心 越闹心越卷不好 下一次呢你就抱着一种期待值很高的心情 我们去再次使用它 然后还是会很失望 久而久之呢就不会再想拿起来了 好啦 今天的这个11月的红黑榜就到这里啦 我真的最近好高产呢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看我拍的主题或者内容呢 可以告诉我一下 嗯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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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